但是呢 我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我這一次去韓國的一些心情 對 我看那新聞帥慘的 也好厲害喔 真的 我跟你講 我第一次呢 到了韓國 因為其實呢 在早期呢 我有跟那個 TV三天課的時候呢 黑人Makio 我們有一起去過韓國去錄影過 然後那時候冬天 然後隔了十年之後呢 這是第一次以這個歌手的身份 到韓國去參加那個亞洲音樂祭 感觸怎麼樣 你知道我看到誰嗎 Makio 他也在韓國 真的假的 他還待了耶 他叫貝勞捏 看到誰 我看到少女時代 現在超紅的 B-BAM Super Junior V6 很多大牌的 大牌雲集 都會來參加 那你有緊張嗎 等一下 因為剛剛吃滷味給孩子 那個龜仔條還在這裡有沒有 你有緊張嗎 我跟你講不只緊張 你知道 緊張 我們一開始第一天參加那個記者會 曾醫健大哥也在 還有角度 角度 中文講太好了 角度是大家應該都知道嘛 然後他講中文 我一開始跟他講日文喔 他說我會講中文 他會講中文 而且講得超標準的 而且他不像是 這麼厲害 好像有那種北京口音也沒有 他不是在內地學的 他是真的很道地 他說他家人住在台北 是喔 對 所以他講日文 我講中文講得超好的 結果呢 記者會 然後開始大家講講講 他就連韓文都會講耶 他 怎麼這麼多才多藝啊 韓國藝人就講講講講講 換他角度 我以為他可能要講日文 他會講說 你好 我跟你講一個打招呼 他就 好厲害喔 我整個傻眼耶 傻眼才了 而且呢 那個國際性的那個音樂會啊 真的很國際 國際的記者會到 有沒有看到那種 真的是那種世界級的那種開會 他有很多翻譯 一 中文 二 英文 三 泰文 四 韓文 好高級喔 我都轉到一 我都聽 欸 中文耶 然後那個翻譯 他要及時翻譯嘛 你不要講 你講 今天很開心 來到韓國 來參加你們這一次的 亞洲音樂器 對 是 因為 那個翻譯還 有時候還結巴 我還用自己笑 真的 好好玩喔 對 他旁邊有一共有差不多四個 就是語言的那個翻譯 好酷喔 然後我就開始介紹我自己 然後我就說 안녕하세요 你也是說韓文喔 韓文啊 韓文耶 小豬韓文 羅智強韓文你講 拉機場 拉機啊 拉機啊 你是認真的嗎 對啊 我叫拉機場 拉機場 拉機場啊 好不正經喔 台語才不正經的 台語是什麼 羅晉雄 羅晉雄 對啊 羅晉雄 真的耶 對不對 對 然後 你不要打唱嘛 然後那時候 少女生在 我有感覺到余光在看 真的假的 因為我余光在看他們 他們已經覺得 這個人好奇怪喔 為什麼嘴巴對著 麥秋風眼鏡這樣看那麼久 他們覺得 欸 他們是不是都很漂亮 很漂亮喔 不對 九個 而且腿都好長喔 記記記記記記 阿哈 那是 那你講 剛剛跳錯了喔 跳到別團 剛剛跳到別團喔 好 重點是這個 然後晚上那個慶功宴 重點隔天的表演 你為什麼不會問我說 我在韓國人氣怎麼樣呢 請問你在韓國人氣怎麼樣 她怎麼有什麼事 欸 韓國還好 不是 不是 你現在要玩頭問啊 我跟你講 韓國因為當地現在在播籃球火 真的假的 對 籃球火紅到韓國 因為他們有買版權 真的 就是那邊有播 也很厲害啊 有播 你現在國際巨星欸 你沒看那個廣告嗎 什麼 House的廣告有沒有 我都會介紹房子的有沒有 然後下面都會寫 我家那個 那附近有一個欸 我每次都經過 然後看到你 就想說 哇 你在好高的地方 對啊 那邊就寫 國際巨星羅志祥 真的耶 傻傻欸 十字名歸 我還十字交扣 好 然後重點呢 演表演的那一天 講那麼久還沒講到重點 你不要管我啦 我剛剛出場那個 出機場的時候呢 我就很期待 會不會應該不會有歌迷吧 然後因為每次來台 我每次發片的時候呢 可是在韓國的身體不熟就有歌迷 也太誇張了 欸 我每次發片 都有很多韓國的那個 都會來台灣支持我嘛 然後我這次去 肯定覺得 應該就只有幾個而已 對啊 然後一出去 哇 人多了 是你的嗎 欸 不是 不是 當然是我的 他們就拿來拉機 搶著歐巴 歐巴 他們講歐巴 歐巴 歐巴是哥哥的 歐巴 這樣 天啊 也太紅了吧 你紅真的不錯 對啊 還有保鏢耶 簽名到我這邊 那你 我簽這邊還是要還給人家 好 重點 重點 終於要來了 重點 表演當天 什麼 我第一個出場 怎麼樣 壓力大慘 你是第一個 坐立難安耶 我表演這麼多場 我一直不敢坐著休息 讚讚讚讚讚讚 然後他們問我 公司問我說會不會緊張 我說不會不會 很興奮 而且開場超重要的 而且很像新人 我那時候心情很像新人 真的喔 因為到那個地方人家不認識你 那你有寫一個人字 然後吃進去嗎 那沒有用啦 那你怎麼克服你的緊張 我去開 我有大那個緊張屎 緊張屎 大便喔 對 我說我準備開始對不對 等一下 我們就一直大個緊張屎 我把緊張排出去 我也好多緊張屎耶 但是 我開緊張就會有耶 沒關係 嘴巴這麼臭 今天沒有大 今天沒有 是吧 好 重點來了 因為很緊張 真的要上台很緊張 然後因為大家不認識你 重點到底怎麼那麼多歌啊 可能只有幾個歌名知道你而已 對不對 對啊 然後準備 因為怕性格觀眾不嗨 你在那邊跳的時候就 好 這樣音樂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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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噔噔 拿到機槍 然後VCR的時候 出來了 尖叫聲超大的喔 真的假的 我都出場就覺得有點害羞 因為光還沒暗 因為那時候白天6點開始 7點 6點半開始 然後你第一個表演 對 然後光還是有點微亮這樣 然後開始準備 開始special 因為太興奮了 忘詞 真的假的 唱一隻獨秀 欸 一隻獨秀我唱了幾千遍喔 還會忘詞 真的假的 我忘詞欸 那怎麼辦 尷尬啊 可是他們都聽不懂 重點是這個 但是我還要演示自己尷尬 就我爭脫 金箍中才會唱浩磺波對不對 鼻風頭 嗨嗨嗨嗨 안녕하세요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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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我來了 你會不會跳 你會不會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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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快就忘了 很快就忘詞了 好 也太快忘了 太快忘詞 那時候我的經紀人 你應該當下緊張死也有探出頭吧 欸有 有沒有你老實說 然後出來一下一下 嗯 還在這個黑黑的世界啊 不然等一下 先進去好了 欸我跟你講 我尷尬慘 然後我經紀人下來的時候 他們對看慘 就我公司所有人對看說 是脈有問題呢 還是小豬真的忘詞了 呵呵好笑 你在台灣有忘詞過嗎 我忘詞啊 喔那OK啦 不是你看 我第一次去那種大型的我忘詞 因為你一忘詞啊 你整個就會慌 心虛 你就會慌 而且你心虛一跳舞的時候 那個整個都沒有到位 喔 沒有沒有沒有 我有看那個歌迷拍的影片 還是有到位嗎 還是有還是有 但是表情就是有點 就覺得 哎呀怎麼沒有這麼完美 然後一結束我就安靜走到上台 然後到後面休息室 我就喔我剛忘詞欸 真的 對然後因為興奮緊張 然後再加上你的氣啊 沒有控制好 所以呢 就會喘 喔對 邊唱邊跳會喘 因為你緊張啊 你緊張又興奮 你控制不好那個氣就會很容易 就會好像噓噓的感覺 就覺得哎呀 不會啦 已經很厲害了 然後我們公司說啊給你新的經驗啊 你下次就可以控制好一點 對啊 對我覺得每一次真的這樣子 像你第一次辦演唱會喔 嗯 你可能不會控制聲音 就像我第一次在那個小巷辦演唱會的時候 不會控制聲音 第一天唱完之後 欸我現在沒聲音 然後第二天就去打針吃藥 嗯 然後就現在會懂得去控制那個聲音 但是還不會控制那個情緒 因為當你的老朋友 太興奮了 你今天要年尼巴 年尼巴辦演唱會 嗯 喔小朋友超多 八萬人小朋友 超多小朋友 八萬人你要唱年尼巴 你可能會嗨 然後跟年尼巴 年尼巴對不對 我知道那種感受 那個心情 腎上腺素上來了 對啦 對啊就會這麼嗨 可是已經很厲害了欸 謝謝 那你去韓國有發現什麼好吃的東西嗎 喔烤肉 他們吃很多東西 吃了烤肉啊 還有吃了很多當地的一些東西 然後重點 你看 你沒事吧 我突然放空了 你問一下問題 你還放空 我很專精在回答你問題欸 然後重點還去Shopping Shopping 對 欸韓國的衣服不是都很漂亮喔 漂亮才好看 然後他們呢 他們可以開到五點 早上開到五點喔 很多人都是今天晚上去 然後就開始逛東大門 然後逛到明天早上 隔天有飛機的時候 就直接多飛機回去 這麼拚 對啊 兩天一夜就是掃貨區啊 哇 就掃貨啊就去買啊 那你有掃嗎 掃產 真的假的 我連地板 地板張張我都掃起來 好有愛心喔 買很多 真的 對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逛 反正下次大家有機會的話呢 可以到那個韓國去逛逛 沒錯 所以什麼VCR又不會剪掉 他已經剪好了啊 那又不會因為我們講得很長 然後又把那個VCR變短 所以剛剛講那麼多的重點就是你忘詞了 忘詞 但是還滿好看的啦 真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VCR 好 Morning Morning